木头姐旗舰基金大幅下跌惨遭腰斩 你真的知道ETF是怎样定价的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最近木头姐所管理的基金ARK惨遭腰斩 回撤的幅度接近60% 在今年加息配合缩表的大背景之下 ETF的热度大幅上升 那么ETF究竟是怎样定价的呢 你可能会说这个很简单 ETF就像是股票一样 有卖有买才能完成交易 所以价格应该是由市场的供需关系所决定的 也就是说如果买方大于卖方 那么价格就会上涨 反之价格会下跌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点 从ETF的属性来说 我们购买ETF的时候 实际上购买的是ETF中所包含的一篮子股票 比如当今购买了标普500指数基金的时候 就代表着这个ETF的篮子里面装满了标普500的股票种类 而这些股票是有自己的价格的 那我们管这个ETF里面所包含的资产的价格的总额 叫做ETF的NAV 也就是它的资产净值 那你购买了这只ETF 就相当于说你购买了这个篮子里面所包含的资产 理论上这只ETF的每天的市场价格应该反映的是 ETF的NAV 那这一只ETF也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 而这个市场交易的价格是受到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来决定的 但是市场可并没有规定大家必须要按照NAV来进行交易 每个人愿意出价多少 完全取决于投资者自身 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 那就是这只ETF的市场价格会和它的NAV不同 假设有一群机构大量的抛售或者购买一只ETF 会不会让这个ETF的价格远远低于或者高于它的NAV呢 而这个时候是如何做到让ETF的市场价格追踪NAV的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却要理解ETF的运作原理 那由于ETF的价格呢是由市场上的买卖所决定的 所以想要影响市场的价格让它来追踪NAV 唯一的方法也只能通过交易 那这里啊我们就用一个非常简化的模型来说明 ETF的运作原理 假如我Rick决定发行一只ETF 那这个ETF里面呢包含两只股票 一个是股票A另一只呢是股票B 它们的比例是1比1 那当你买了一只我的这个ETF之后呢 就相当于是投资了这两只股票 那我从ASSEC获得批准之后 就可以去市场上集资 买一大堆的股票A和股票B 然后呢把这些股票放到一个信托里面 根据我所拥有的这些股票来创造对应的ETF 投放到市场上 市场上交易的ETF本身就是一个凭证 并不是真正的在买卖里面所包含的股票 而我们在市场上交易的ETF的那一刻 也只是ETF凭证的换手 那这个存起来的股票呢 并没有进行立刻的买卖 ETF的总数并没有发生变化 那作为ETF的发行商 赚的就是这个ETF的管理费 那我的责任就是发行以及管理 我并不直接的参与它的市场交易 它的交易主体还是各个市场的参与者在进行 假设今天市场开盘了 我的每只ETF中所包含的两只股票 在市场上的总价格呢是两刀 那这两刀就是我的ETF的NAV 那假设现在市场只有两个人在交易我的ETF 有一个人非常看好 打算用四刀的价格进行购买 那假如另一个卖家呢 比四刀的价格卖给他了 那这就会导致市场价格呢是四刀高于两刀的NAV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黄牛看到这种情况了 觉得市场上呢是有利可图的 决定啊在市场上买一只股票A和一只股票B 成本呢也才两刀 然后按照三刀的价格 卖给想要四刀购买ETF的人 还可以赚一刀 但是啊这里有一个问题 那个看好我ETF的人啊 想买的是ETF 而不是具体的这两只股票 所以啊黄牛就跑到我这里来说 Rick你看啊市场上现在有一个人的出价很高 把你的ETF炒到了四块钱一股了 远远高于NAV 那这样以后你的ETF的价格偏离了NAV很多的话 以后可能会没有人再投资你的ETF了 那人家还不如直接去市场上去买卖股票呢 要不要我把我买的这两只股票给你 那你给我换一个ETF 然后呢我去市场上帮你控制一下价格 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那我们就把这些股票收了回来 然后啊创造出一个ETF的凭证 给了这个黄牛 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做ETF的创造 然后啊黄牛扭头就在市场上 以三刀的价格卖给了它 那这个时候啊 我的ETF的市场价格就从四刀降到了三刀 开始向NAV靠近了 但是啊依然不等于我的NAV两刀 但是另外一个黄牛呢也看到了机会 也来找到我做同样的操作 于是啊就产生了黄牛之间的竞争 啊卷起来了 最终啊会导致ETF的市场价格 会无限的接近于NAV 从而实现了ETF的价格紧密追踪NAV 那这个黄牛啊在市场中啊是有一个名字的 也叫做MM就是Market Maker做事商 这个黄牛啊不是谁想当就可以当的 因为啊他们必须要同ETF发行商来进行 ETF和股票的兑换 显然是需要门槛的 必须要通过ETF发行商的授权才能够实现 那这些Market Maker 往往是实力雄厚的投资机构 比如像JP Morgan 那这样的投机倒把的生涯啊 可以说是非常好做了 赚钱的买卖一定会有更多的Market Maker参与 那这种交易呢也叫做套利交易 这最终就会导致ETF的价格和NNV是紧密相关的 好的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为我们点赞订阅以及转发